面向智能时代最核心的 就是要从现在开始 就构筑起AI原生的思维 将AI的技术和工具 作为最关键的要素 来重新考虑和设计 我们企业的流程 IT架构创新方式 让AI充分地发挥它的潜能 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增长我们的业务 首先我们要积极地拥抱AI 勇敢地开放我们的业务场景 让AI的模型 算力 数据的飞轮 围绕着自己的核心业务 飞转起来 第二 AI的算力至关重要 需要构建起与企业需求相匹配的 AI原生的基础设施 我们推出了全新的 AI Native的云基础架构 Cloudmetrics 这是业界第一个为AI而生 易构多元算力 性能最优的云架构 第三 数据质量 决定了AI大模型的效果 我们要构建起以知识为中心的数据底座 让数据更好的服务于AI 华尔云全面升级了数据治理生产线 为客户提供面向AI 以知识为中心的数据底座 包括AI和大数据的融合引擎 数据治理 知识服务 以及应用耻能服务 第四 围绕业务场景 构建合适的AI模型 模型不是越大越好 也不是一个模型 就能适应我们所有的业务场景 华尔云发布了盘古大模型5.0 它是一个全系列多模态 多尺寸的一个大模型 可以让企业在所有的业务场景中 都能够使用AI的技术